大家找对象啊 不要找恶婚的女人 像这个是我女朋友啊 是恶婚的 前段时间相亲 然后互相看对眼了 然后谈恋爱了 现在属于男女朋友的关系哈 恶婚的 他有个小孩 他小孩在这里玩 看到没有 我为什么说不要娶恶婚的呢 因为恶婚的女人啊 你看他整天就围绕着他的小孩 带小孩来这种地方玩 看了没有 看了没有 我想跟他约会 根本不可能想跟他单独出去玩 不可能的事情啊 他心里面只想着自己的小孩 只想着自己的小孩 还有啊 他那个微信啊 朋友圈啊 抖音啊 快走啊 什么各个平台的那个网名啊 还一直放着恶婚单亲女人啊 已经离婚的那种女人 他说的是那种 他的名称是这样子啊 他跟我谈恋了 他还不改回来耶 他还不改回来耶 他已经不是单身了嘛 是不是 他还一直写着啊 离婚 恶婚的女人啊 单身离异的女人的那种 这是想让别人来喜欢他 想让别人来爱他吗 是想跟别人继续谈男女朋友吗 是你自己想太多了 怎么想太多了 我跟你在一起就行了呗 你还管我 你看我跟你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 哎 你怎么还不把那些改了啊 我可是你男朋友啊 我可是你男朋友啊 你嫁过人有个小孩我都不嫌弃你啊 我都不嫌弃你看啊 他只想着过去跟他的小孩 只想着过去跟他的小孩 从来就没有想着要跟我好好地聊 好好地玩 一天天地陪自己的小孩 陪可以啊 但是来这种地方让小孩自己玩了 但是我俩呢 就可以就去玩了嘛 我不知道他拿我当什么的 谈恋爱不知道他把我当什么啊 来这里呢也是我出钱的 出钱给他小孩玩的 看他又跟他小孩玩了 又不跟我玩了 我觉得这种二婚女的真的没什么用 没什么预期啊 不要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找二婚三婚的女人 你现在还来在吉亚上想想分手的话 真的分手分手的话啊 以后你用钱就没有 你不可能有钱用了 不可能问我要钱用了啊 你看今天带你小孩来这种游乐场 都是我付的钱吧 是我付的钱吗 我跟你谈恋爱啊 花你点钱怎么了啊 难道带我小孩还有自己拿钱吗 你跟二婚的女人啊 你跟我谈爱是不是为了跟我过生活 如果你是为了过生活 你就赶紧把你的那些平台上面的那些 名称改了 不要改成什么二婚女人 单亲单身女人 那种了啊 你看 出来 你又跟你小孩玩上门下的 都不跟我玩了 也不跟我聊天啥的啊 我要看小孩 看小孩啥的啊 二婚女人 真的没趣 他心里只有他小孩 动不动了就跑去跟他的小孩玩 你现在在我身边呢 我就 告诉你哈 赶紧把那个东西改了 可以好好和你过日子 我会好好和你过日子的 你老是在乎那些干什么吗 我们小孩都没有是不是啊 带你前途的小孩来这种地方玩 我还付钱是不是啊 我是一个很包容心很强的人了 我 赶紧把那些改了 那些平台上面什么 单单身的女人啊啥的 那些对你又没有什么影响 怎么没影响啊 我跟你谈恋爱了 是不是啊 谈了那么久了 你该改了就改了嘛 我觉得你控制欲太强了 什么控制欲太强啊 那因为我 我想跟你好好过生活 我想过长久的生活啊 我把你当我的女朋友啊 你有小孩我都没嫌弃是不是啊 那我也把你当男朋友啊 那你就把那些改啊 是吧 我对你好无语啊 无语不无语啊 像你这种女的呢 网民没改啊 又有个小孩又就是恶魂的啊 我跟别人介绍说你是我女朋友 我都觉得丢恋啊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女朋友啊 有什么丢脸的嘛 是你自己也愿意呢 如果我家人问我女朋友是谁 你说是你这种 我真的是 我都说不出口啊 你看你看 又跑就跟他小孩了 你看 又跑就跟他小孩了 游过来 没什么用 二婚 三婚 别找别找 太好了 越来越了 好 我好 在我里面 了